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任第二天 馬上來立法院拜會各黨團 不過同樣姓蘇的立法院長蘇嘉全 卻對這件事情很憂心 那比較簡單的再教我來回答就好 也許這樣也是可以劃分的一種 同是蘇院長希望未來行政立法能夠順利推動 至於國民黨團則是期許蘇院長能夠做到 錢格魁賴清德所說的超越藍綠 蘇長會過去印度一段時間衍生重大的爭議 希望院長把他趕快主委副主委趕快提名之後 最好是能夠全部全面改組 當年我們也曾經是一起的工作夥伴 看到我的執行力 那應該也見證了我的公正跟不分黨派 不僅不分黨派 蘇貞昌過去擔任格魁就已嚴苛出名 如今剛上任的第一個行程 就標罵房檢局官員合適嗎 承辦同仁都做得很好很努力 那我是有肯切的要求 但並沒有發脾氣 如果以我的脾氣不是那樣子而已 那我現在已經2點0了 比較沒有脾氣了 強調過了幾十年 自己已經不是以前的蘇院長 還說現在直播時代 觀眾只有10秒鐘耐心 重回隔魁之位 蘇貞昌能多接地氣眾所矚目 黃雲新聞 宋俊昌柯黃銘 黃雲成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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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